大家好,欢迎来到阿汤的历史世界,创作不易,感谢大家支持。 二战时,美军和日军与德军都打过大战,那么,在美国人眼里,日军和德军两者谁更强呢? 我们先从美军和德军交手说起。 在很多人的心目之中,1944年6月6日的诺曼底登陆就像推倒了一堵墙。 盟军打退德军后,高歌猛进,后来的战役几乎没有什么抵抗, 但其实诺曼底登陆只是盟军诺曼底战役的开始。 随后,300万盟军攻入法国,在两个月内打了几十场战役,一路消灭德军近60万人。 直到1944年8月,盟军解放了法国首都巴黎,诺曼底战役才正式结束。 在整个诺曼底战役中,盟军一共遭受了12万人的伤亡, 而最惨烈的一战出现在法国港口城市瑟宝。 当时,美国第七军团奉命在登陆后绕过诺曼底, 沿着科唐坦半岛奔向这座德军严密防守的深水港口。 在经过十余天的战斗后, 第七军团在瑟宝遭受了24000人的伤亡, 占到整个诺曼底战役的四分之一以上。 那么,诺曼底登陆后,盟军为什么不直接向法国纵身挺进, 而是要绕个弯子去攻击瑟宝呢? 瑟宝所在的科唐坦半岛有多少德军? 美国大兵又是怎样评价德军的? 一、诺曼底的狂风暴雨 1944年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海滩付出了不足万人的伤亡, 就成功登上了法国海岸。 滩头阵地建立之后, 盟军大部队在诺曼底大规模登陆, 几十万部队跟德国军队在大西洋壁垒开战。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盟军的部队越来越多,如何补给是个大问题。 一旦出现物资问题,很可能引起法国战局反转。 因此,在登陆成功后, 诺曼底前海上修建起了大量的人工防波堤, 以作为临时港口卸载货物。 这些港口由巨大的水泥沉箱和军舰组成。 在登陆成功后的十天内, 这些临时港口借了盟军的燃眉之急。 但是好景不长, 6月中旬,盟军人工港被一场风暴给掀翻。 在殷吉利海峡, 每年的6月都是风高浪急的航海淡季。 盟军虽然顺利登陆, 但是一场风暴却打乱了盟军的节奏。 这场风暴断断续续持续5天, 诺曼底港口的货运被迫停止, 人工沉箱也不同程度受损, 10万多吨物资滞留在海上。 盟军前期登陆部队多达40个师, 每天消耗物资3万吨。 如果要持续性大规模登陆, 就必须夺取法国北部的优量港口。 而距离诺曼底很近, 设施又完备的瑟宝港就是盟军的首选。 二、铁桶一般的瑟宝。 诺曼底战场的德军主力 是从东线战场补充过来的352步兵师。 这支部队在开战前三天付出了巨大的伤亡, 但居然挡住了20万盟军的进攻步伐。 352步兵师被击退后, 从被叶城后撤到法国的卡昂。 与此同时, 美国101空降师经过血战, 躲下了科唐坦半岛的门户卡伦坦, 给美国的进攻扫除了障碍。 盟军司令部早就考虑到瑟宝港的重要性, 在战前部署中就将瑟宝作为美国陆军的第一个战略任务。 1944年6月10日, 在太平洋战场的瓜达卡纳尔立下赫赫赫战功的 美国第七军团作为主攻, 从卡伦坦方向沿科唐坦半岛北上。 与此同时, 德国则在科唐坦半岛上驻扎有三个师, 分别是第91空降师, 第243步兵师和第709步兵师三个师, 共5万人。 这三支部队组成了三层防御, 最后压轴的是第709步兵师驻守的瑟宝师。 德军早在瑟宝室外围铸造了水泥防线、 碉堡、暗堡、炮台、火力点、密密麻麻。 在水泥宫室外围, 科唐坦、弹导密布的河网, 还能阻挡坦克的进攻。 709步兵师下属两个炮兵团和三个高炮营, 在瑟宝周围修建了几十个炮台, 将整个城市围成铁桶。 1944年6月10日, 美国第七军士气高昂, 军团司令克林斯中将派三个师齐头并进冲向瑟, 美空军的帮助下, 从6月10日到6月19日, 美军打下了瑟宝前方的蒙特宝和巴内维尔士。 德军步兵虽然猛烈反击, 但是他们没有补给, 又缺乏空军的支援, 只得不断向瑟宝防御圈撤退。 在美军进攻路上, 负责诺曼底防御的德国龙梅尔元帅看清楚了形势, 他认为瑟宝陷落只是时间问题。 于是,下令城内的三个师, 主力联合突围, 只留下港口的海军和少量九一式的部队收成。 6月19日, 盟军禁逼瑟宝外围防线, 在前三天的攻势中, 美军伤亡4000多人, 而德军伤亡近1万人。 6月22日经过不断的轰炸, 德军的防线出现漏洞, 火力也大大减弱, 德国军队开始突围, 以银河联为单位跟美军交战, 处在劣势的德军被美军的装甲部队绞杀。 在克林斯中将给艾森豪威尔的报告中写道, 我们在胜利前进, 我会去前线的事不视察, 美支军队都会带我去高地上眺望, 德军不断撤退, 色宝城的黑烟滚滚, 胜利就在眼前了。 美军把进军路上遇到过几次德军的大部队突围, 缺乏重武器的德军不得不把仓库中的法国坦克开出来应战, 最后伤亡惨重, 两个半尸的德军总共三万多人, 只有6000人成功突围, 但越接近色宝, 美军发现前进的道路越泥泞, 磕坦坦半岛的河网非常之密集, 德军挖开了河流, 让整个色宝外围变成沼泽, 美军坦克部队的前进因此十分缓慢, 躲藏在野地里的德国步兵, 趁机用铁拳反坦克火箭, 大量摧毁美军坦克, 在电影《狂怒》中, 对德军的这一战术有很好的还原。 6月22日, 美军千辛万苦打到色宝城下, 海军和航空兵开始对德军堡垒进行轰炸, 三个步兵师开始发起总攻, 三、德军高配加强版的鬼子。 6月下旬, 色宝被围的消息已经从法国传到了德国元首的耳朵里, 此时的他对盟军在法国的攻势忧心忡忡, 甚至在一次争吵中, 威胁将龙梅尔和龙德士泰特撤职, 对此, 元首将色宝的709步兵师残佈下了命令, 色宝不容有失, 全军将士必须有现身觉悟, 要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 绝不许投降。 开战之后, 在工程前, 盟军出动一千多架次的轰炸机, 对德军阵地进行轰炸, 但因为德国人的碉堡太过隐蔽, 轰炸造成的作用有限, 由战略舰和巡洋舰组成的盟军舰队对色宝进行了炮击, 压制了德军的炮兵阵地, 好让步兵发起冲锋。 美国第七军团曾在太平洋跟日军交手, 使战经验非常丰富, 但他们很快发现面前的德军甚至比日军更加难缠, 德军的战斗意志跟日军有得一比, 但德军的单兵火力远超日军, 步兵战斗力倍增, 几个德军就能防御一条路, 太平洋上烟雾弹、 手榴弹、 喷火器的老三样, 在这里完全没有用。 MP40冲锋枪和MG42机枪能完美克制美军步兵的烟雾弹冲锋, 此外,在太平洋上无敌的坦克压连也不再万能, 德军有单兵铁拳火箭炮这种反坦克神器, 没有步兵掩护的谢尔曼坦克是名副其实的大火机, 而且德军的迫击炮打得又多又准, 美军前线指挥部不得不几个小时挪一个地方, 防止被一窝端, 因为德军的顽强抵抗, 美军在血战两天后才杀到色保郊区, 第七军团不得不再次申请轰炸机和海军的支援, 战列舰的巨炮对色保室进行多次轰炸, 在德国暗防炮的反击下, 盟军也付出了两艘驱逐舰的代价。 6月25日, 美军一个团从侧翼杀入色保, 血腥的巷战开始了, 守城的德国部队在城破时没有选择投降, 而是和美军展开了巷战, 美军先投部队的坦克被德国88毫米高射炮一个个击毁, 步兵在MG-42的呼啸声中艰难前进, 美军将坦克开进城区, 顶着被击毁的危险将德军机枪阵地一个个摧毁, 德军士兵用铁拳火箭筒和摩托洛夫机尾酒进行还击, 街道上到处是燃烧的坦克。 6月25日下午, 部分德军投降, 但是色保港的战斗依然还在继续, 德国海军还凭借港口设施顽抗, 德军拒不投降, 美军不得不让箭炮把色保港口炸得千疮百孔。 6月27日, 色保港的1000多名德国海军彻底被消灭, 色保战役结束。 在半个月里, 地区军团征服了克唐坦半岛, 但就算有海空军优势, 色保战役还是比想象中更为困难。 第七军团此战中阵亡和失踪8400多人, 还有一万3000多名士兵不同程度负伤, 两个师失去了战斗力, 而德军三个师加上色保的德国海军部队, 共损失了近37000人, 最后只有6000多人成功突围。 登陆法国的第一次大兵团军团, 美军就深刻感受到了德国军队的强悍和疯狂。 盟军成功接管了色保港, 但不幸的是, 这座港口早已经炸成了废墟, 德军对港口设施进行了蓄意破坏, 加上海军和航空兵的轰炸, 色保港完全瘫痪, 要修复它至少要花三个多月, 用24000的伤亡换来了一座废墟, 盟军的这场战役着实有点得不偿失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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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